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集我们不是要留他拿去了 你还在笑啊 何卫星啊 我跟你讲上一集完全赖你啊 你把我给带高里边去了 不能赖我啊 而且我们讲了这个 讲了香港这些 我也不坚定啊 我那时候你们说什么我就跟着走了 不过而且上一次我真的非常精彩啊 讲了香港的大道 大道大哥 大哥 大哥 ok 那么这个我们这一集真的是认真一点回到913 913你有什么样的独家故事 我想呢 这913的事情呢 因为这个讲的太多太多了啊 我讲东西肯定是讲跟别人一样 因为这个913这个事情啊 最早写913的电影就是我大哥 哦 那时候 那时候那个 那时候很早很早的 所以那时候还不让写这种东西的啊 我大哥是第一个突破写913的这个东西 当时呢 他刚刚到长影不久啊 然后呢 这个他就提出来呢 想写913 那今天913呢 问题是这个 谁也不敢弄啊 而且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是吧 我大哥呢 当时跟那个 当时有那个厂长 还有副厂长 厂长 苏云啊 还有谁啊 就说的起事啊 那这东西得找人批啊 啊 大哥 行 没事 我得找人批去 哎 我大哥就回北京了 回北京就找那个 当时找那个 总政 还找了那个中央啊 然后呢 结果呢 哎 没想到 啊 当时这个 呃 这个谁啊 叶帅啊 还有什么 都很支持 哎 小朋友 这好事啊 这个写这个好事啊 啊 可以 写吧 哎 然后一时乎当时还军委给我大哥开了这个证明啊 让他去了解这个到空军呢 反正所有的各单位啊 这个只要是军队地方 你都可以去 你都可以了解啊 那个资料你随便看 哎 这时候我大哥带了两个人 一个叫何孔舟 还有一个叫宋葛 啊 何孔舟当时是一个文艺报的一个编辑啊 跟他是 他们是众学同学 比较好 宋葛呢 当时是北京仁义的一个一级演员 他有个演员也是很不错 于是乎他们就开始出动了 哎 那么呢 由于有这个 军委的这个批示文件 他这个炉仓平录啊 然后他就找到总政啊 然后找到总政宣传部 当时总的宣传部还是 那个时候魏巍吧 反而魏巍 那个就是写了一个最可爱的人 你还记得这个最可爱的人 那就是宣传部部部长 还是我一部部部长 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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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是不是宣传部长呢 就文艺部长 反正是 当时就是负责这方面的吧 哎 哎 哎 魏巍很支持啊 还有陈其通 陈其通当时好像也是宣传部长 反正哎 非常支持 这事很支持 啊 我大哥也本来也跟他们都认识啊 那就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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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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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很好支持你 哎 于是后他们就开始了 哎呀 做了大量的调查 那个时候啊 跟现在写东西不太一样 现在写东西啊 可以编 知道吧 可是那个时候写这种历史题材啊 你是不可以随便编的 知道吧 而且他们脑子也没 也没 那个时代思想很保守 也根本就不敢编啊 哪敢编啊 不敢编啊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就913这个整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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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内容呢 还有这个前后内容呢 他们做了大量的调查 大量的文字的调查 大量的东西 然后采访啊 调查啊 包括到那些基地啊 去看啊 什么的 哎 那么呢 基本上他们写的这个 那个当时我大哥就等于写了这个913的这个剧本 就编剧说大哥 还有另外两个就等于三一三个人啊 啊 彭宁和孔舟和宋可三个人就是编剧写这个913的 这个名字叫什么 叫瞬间啊 这个这个名字你们到时候可以在那个呃 网上查一查啊 这个瞬瞬间 是 后来拍成电影了 是吗 后来拍成电影了 那个 请我们的编导查一下瞬间啊 然后 瞬间 电影 电影 对 那导演呢 是赵新水 是那个当时很著名的一个导演 就是排那个冰山上的莱克的那个电视导演 冰山上莱克你还记得吧 当然记得 啊 这个那个 花儿 为什么这样 就这个 这个啊 这 这个啊 哎 赵新水 他 他是这个导演 我大哥呢 就是主要是编剧 因为他一般的别人的写不了 为什么他没有这个条件啊 我大哥他就是找头去了 他直接拨拨拨找找叶帅去了 然后找这个找那种找一大帮 然后那帮的人都都给他批了 哎 他有这批条他就好办了 他就他就一个个找 那么他们呢 那个时候呢 但是我从现在来看呢 当时我也 那时候我也有点年纪了 所以大概有一个十七八岁吧 所以我也懂事 那么他们做的事是讨论什么去哪儿 我也都知道啊 回来之后他们那块讨论呢 从现在来看 他们那时候还是很保守的啊 就是说 基本上是基于他们看到的材料来写 啊 并且呢 人物呢 他们写的里边的人物呢 基本上都有人物的原型啊 男的 女的 年轻的和那些干部干官的 基本都是有原型的 按着原型写啊 就是只不过名字改了 甚至有的人那名字的姓 还都保留着啊 只是把名字给改了而已 所以呢 那个 这个瞬间的电影呢 就是并不是非常非常好看 因为他不敢瞎编呢 你就是基本上按照原始的资料去弄的啊 那这里边呢 就就讲到了这个 主要的呢 还是讲的是小舰队 就是林彪的所谓小舰队呢 就主要的讲的是林立国啊 林立国呢 他的有些同学啊 包括他招揽了一批人呢 包括这个 弄了好多的部下呀 就怎么样的 就是有想法 想这个 想跟踪 跟踪嘛 其实那时候还谈不到什么刺杀啊 那个就是跟踪啊 有一点点想法 那时候谁敢轻易动 这时候不敢轻易动啊 那么 在这个里边的话呢 就我看到了呢 那个 里边呢 但是呢 他们也看到呢 其实你像这个咱们说林立国啊 林立国很洋的 一点都不涂 他那个弄了好多那个那个西方的音乐呀 他喜欢西方音乐啊 喜欢西方的这个这个美术啊 电影啊 这个 那个时候那些条件还稍微 电影条件还差 主要是音乐啊 好多西方的音乐啊 我还印象很深 那个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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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当时呢 就在讨论这个音乐的问题上呢 他们还是有一些这个争论啊 因为早期的太早的一些音乐的话呢 呃 他们又觉得呢 好像运用到这个电影上呢 又跟现在有点脱节 呃 我印象很深 他们当时选了一个 有点描写这个 林立国的 这个 所谓反面的这个 这个 这个音乐 用的照片 用的什么呢 用的是这个幽愁河啊 就是这是说的 就是 叫什么哦 什么嗯 什么什么 over the bridge 我忘了一个 就是 当时是那个那个 Beatles 唱的啊 这个 啊 这个 啊 我忘了一个 就是 当时是那个 Beatles 唱的啊 啊 他没有用过 他把这个吉他曲呢 作为一个助旋律 来来来来 就是不是那个助旋律 我就说其中的一路助旋律 来来来 这个所以很新 确实也还是很新的 但是呢就是从这个表演呀 导演呀 现在在看 其实还是很 很旧了 表演说话什么的都很旧的 那个时候呢 选的女主角是谁呢 就是黄梅盈 对对对 黄梅盈 黄梅盈那时候肯定就很漂亮 确实你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找到 黄梅盈的那个时候的照片 我们编的找一下黄梅盈 那黄色的黄 梅花的梅花是吧 梅花的梅 盈就是好像是 上面一个草子头 底下一个宝盖 然后在一个王子里 好像是那个盈 对 是不是 对 黄梅盈 黄梅盈长得真是真是真是很漂亮 那时候啊 年轻漂亮 然后男男一号是谁呢 梁波罗 你还知道梁波罗是谁吗 梁波罗我不知道 不知道 演五十一号兵战里的小老大 五十一号兵战 非常有名 当时啊 他是演那个五十一号兵战里小老大 这个梁波罗 当然还有其他的 以及好好的演员啊 他们就不一说什么顾永飞呀 什么那些的啊 那这个 这段历史呢 就是我讲的呢 现在来看 比较拘束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当时了解 虽然都是真实的事情 真实的东西 但是缺乏另外一个侧面 所以一个侧面就是什么呢 你只看到了文件上的这些东西 那文件以外的东西他们没看见 啊 就是我这人还是就 这个这个 这又回到咱们这些 文件的东西只能说明一部分 不能说明全部 啊 你要是光看文件 那你就傻子 所以一定的还得看其他 其他材料 那当时林彪呢 呃 在尤其是这个后来逃跑 九二三逃跑这个事件上 这个呢 讲过当然很多很多很多 啊 那么 其中呢 这个里边呢 也讲到了这个林豆豆啊 包括林彪那个 他们上飞机的时候 林豆豆啊 就是去阻止 让这个 让那个 到那个 那个空军 那个 三叉戟呢 就说你们不能 你不能不能让他飞 你们鄙气得阻止这事 结果呢 人家都把他给劝害了 把最后把他拉走了 就不让他管这事 他都急了 当时那林豆豆都急了 这不行 这要出大事情呢 这不行 不能让他们飞 不能让他们起飞 一定要阻止他们起飞 啊 可是没人搭理的茬 那那那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要不然你 你你给中央打电话 啊 给中央打 给给总理打电话 啊 就去说 但是也 谁也没人搭理的 啊 最后还是 飞机还是起飞了 啊 可是呢 在这个 另外的我看到了一个资料 很 这是也是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一个东西 什么呢 就是 林彪他们后来不是在那个蒙古 是吧 那个 坠毁了 啊 坠毁以后呢 这个时候啊 有一个 中国的女孩 这个中国这个女孩啊 她是一个红卫兵 她红卫兵呢 她跑到苏联去了 为什么跑到苏联呢 当时他们家出事了 然后呢 就 她可能当时发了点牢骚 在那个 在这个兵团呀 在那个那边 然后她就可能说了点 不太 所谓当时的这个 这个反革命话 就就就就就有点 发点牢骚 结果呢 她就被揭发了 被揭发以后呢 就抓着她呢 然后批判她啊 批斗啊 批判啊 什么的呢 她就受不了了 受不了 她这个时候 因为她兵团都在那个边界 都在那东北边境啊 所以她就 有一天呢 她就趁着人家不注意 她就把从那关子那地方 因为那关子都是 不是监狱啊 就普通那种的 就是给你放个屋子里关着而已 她就悄悄了 出去逃了 逃跑了 跑啊 跑啊 跑跑跑跑跑 跑哪儿 她自己也不知道 反正她就照着边境的方向去跑 跑了 最后她就那个 太冷了 因为她跑了 都是都是雪 那个骑腰身的 后来就越 雪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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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深 最后她冻的 实在不行了 她就倒地 就昏倒了 她就她自己说啊 她就觉得可能她会冻死的 结果呢 她都死了 后来她醒了 她没死了 她发现了自己 一看 哎呀 这哪儿啊 怎么有苏联人呢 大鼻子 外国人 哎 苏联人 把她给救了 这苏联呢 她已经跑到那个边境的那个苏联那边去了 然后呢 被那个苏联红军呢 哎 苏联那种什么什么什么红军给她 把她给救了 一看她倒在那儿给救了 这时候这个苏联红军看她醒了以后呢 就说哎呦 你醒了 你你中国 中国人 中国人 那你你你走那个走路走走差了 你走错了 现在你走到苏联来了 我们呢 把你到时候你你稍微恢复恢复啊 你现在身体往把你稍微恢复回身 我们就把你送回中国去 哎呦 你说要把他送回去 这玩意急了 哎呀 又哭 你千万不能把我送回 我这从那跑出来的 你可不能送我 那那现在不行啊 中国那边出大事了 现在整这些人 都说要杀我们 要要斗我们 就要整我们 你不能 你要你要把我送回去 我这在死啊 我命死我也不能走 死我也不能走 哎 要求留下来 你给我留下来吧 结果那个苏联人说 那我不能留你啊 我没全力留你啊 你再等等吧 等等 哎 就给上报了 苏联人就上 本来要给送回去 要送上什么了 上报以后 没多久 哎 来一辆车 把他给接走了 接哪去了呢 哎 把他送进一个学校 学习 啊 给先给他治病 治病后来 在学校学习 这个需要什么呢 间谍学校 哎 一事实乎 他就参加了苏联克格勃 这女孩啊 红美彪 他是红美彪 参加了苏联克格勃 哎 来到苏联克格勃以后 各种训练啊 各种各种各种各式各样训练 反正训练的很多很多 哎 他呢 就参与了这些训练 后来他已经成了一名非常棒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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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格勃人员 以后呢 就开始这个执行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克格勃的任务 他呢 曾经被派到很多的国家去执行任务 他呢 这个最早的一次派他去哪儿 那个执行任务 派他去日本 这个女孩就就半装成 就是他是因为他是东方人嘛 所以很能够跟那个日本人接近 对他呢 也有训练 对他有训练 就是说日本话呀 然后那个行为呀 走路各方面 都得按照日本人这样子 他专门的给他做这种训练 于是乎就派去了 去干嘛呢 刺杀一个人 刺杀一个人 哎 这一次他那个到日本以后 也是 哎 当时他非常非常紧张 然后呢 跟他说 你别别紧张 不要怕啊 你那个 完了你迅速执行完任务 迅速撤离 什么什么什么轨道 什么都要 这按照平常那个训练的那个一套 全部 那个 你就你就照着训练那套东西来就行了 好 最后他果然 成功的刺杀了 那个 一个这个这个一个 当时的 也是苏联的一个 那个一个一个一个 KGB的一个可能叛徒 他们就好像叛徒 让他成功刺杀了 然后这个执行完任务 撤离了 他也曾经呢 刺杀过这个日本的间谍 他也刺杀过 他在日本多次的执行任务 都非常成功 后来都撤回来了 撤回来以后呢 他就在这个 可可 反正就是平常没有任务就在待着吧 有一天 又来了一个女孩 很年轻 一看 一聊天 也是个红卫兵 跑来的 过了好 过了很长时间 他说他你来多久 他过来挺长一段时间 他转到他这边来 俩人挺好 俩人正想聊天 突然来任务了 马上紧急任务 叫你走 就就叫这女孩 这女孩叫什么名字 我现在有点忘 原来我记得你这名字 叫她走 叫她干嘛呢 去蒙古 执行任务 去蒙古 就把她调弄了 干嘛呢 到了那以后 告诉了 让你识别一个人 和几个人 什么人呢 林彪 他当时就愣了 怎么回事 林彪怎么在这 第二啊 因为林彪 那个 那个 事事 他并不是 他在苏联 他不知道 这个事 知道吧 大师 他觉得 这不太可行 这不可能了 林彪 怎么可能在蒙古呢 他 要是他那看 那都是蒙古人呢 那个蒙古的 那个 那个穿戴 都是蒙古人 然后他们是 他们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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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 苏联 苏联军队的 过去的 他就 他当时一愣 怎么回事 让他去看 看什么呢 带他去了 一个是看那飞机残骸 他看到飞机残骸 他看到了 还有很多照片 另外就把他带到 那个 当时墓 就是这些人 已经被埋了 已经埋在墓里头了 可是呢 有蒙古人 拍的很多的照片 人的照片 给他看 让他认 这些照片呢 就是很清晰 你看 他看到 有 有一个 就是林彪 他一看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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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的样 就是林彪的样子 但是其他人 他都不认识 包括叶群 还其他人呢 他都不认得 所以他不能认 他不知道 但是这个 林彪这个脸型 他一看 这个 这是林彪 他就马上指出 这 这就是林彪 虽然那个 脸已经看 那个 那个照片 那照片 脸已经也 也有点 不是很 但是他能看 是 一看 就是林彪 其他那些死的 他都看不出来 因为他不认的那些人 他说 我 他说 我当场就 把这个林彪的 那个照 那照照片 我给指出来 这个就是林彪 没错 所以这个就砸实了 他这任务后来也完成了 也就 也回去了 就是他是最早的 调他去 那个认 认尸体的 他就是参与这个 这个 这个年轻的女孩 那 当然后来他就 他 当然他后来就一直做 柯格勃 后来一直到 年纪大 后来从柯格勃退休了 但是 这些都是后来 这个 这个哪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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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解体以后 变成俄罗斯了 然后这很多档案的 就就公开了 同时呢 也有档案的 就是这个 关于这个 呃 林彪的这个 三叉体飞机的 黑核档案 后来也公开了 也公开了 那么在 我了解的 就是因为 我们家这个 跟这个军队的原因啊 和跟这个 呃 和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外交的关系的 所以我了解到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黑核 那个因为 因为资料的 就是共 就是中国这边派人去 呃 了解这些详细资料的时候呢 就看到这个黑核里边呢 其中有一段 非常非常重要 什么重要 就是 飞行员和 这个警卫人员的对话 这飞行员跟警卫人员对话 是什么呢 就是 警卫人员发现这个飞行员呀 飞的方向不对 咱们现在应该是往广州走啊 是吧 就往南方走啊 那个 你看到底下都应该能够看到 怎么现在 现在越越看这个 这个都越往北方走啊 这不太对啊 你这个 你开的不对 结果就要求这个 那个飞行员呢 转向 你逼着转向 你这 你这已经飞的不对了 飞错了啊 飞的方向不对 但是飞行员说呢 不理想说 我在执行中央的命令 我在执行中央的指示 除非你有中央的指示给我 我才能转 你不给我中央指示 我是不能转 就继续往前开 哎呦 这里边就乱了套了 简直就是啊 就吵起来了 但是这个驾驶员 就是按照既定的方向开的 就是按照既定的方向开的 所以 那么 可是这个后来就没了 因为他就 就有这么 有这么一段的 那个争论 就是这个 那个驾驶员和当时的 这个警卫人员的 一些争议 后来就 就没有了 所以 那么这就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是受中央的指示 往那边开的 那么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驾驶员 自己 就说明这个 这个这个军人有多厉害 就是抱着必死的信心 必死的信念 开着飞机 他知道 他就 他就是往那开 他就往那方向走 他什么都知道 但是 他就在执行命令 因为他是军人 他必须执行命令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是以前 我大哥他们写 瞬间这个电影 913的这个电影里边 这些内容 都是没有的 这是后来的一些内容 我大哥他们那时候呢 虽然那个李彪影死了 但是在内蒙的 在不是说错 在蒙古的一段 故事 他们没有写 包括 这个黑匣子的事情 他们也没有 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资料 他们只有前面的资料 后面资料 都没有 就是上飞机前的 这点资料 有 包括这个阻止 就是林豆腐的阻止 没有阻止成了 包括 就是在那个 北戴河飞机场 有人阻止 那个飞机 不能阻止 就得走 就得走 所以呢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 并没有说是 所谓的这个 仓皇出逃 这一说 没有 他们就是走 但是 但是走的话呢 这个也没有人拦他 说你不能走 我拦着你 然后 没有 没有人拦他 就是走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那个 几个 几个内容的话呢 跟我们后来所说的 有些东西呢 是对不上号了 对不上号 也就是说 林彪的飞机起飞 中央是知道的 而且他的方向 往哪儿飞 中央也是知道的 并不是说 他飞到广州去了 不是什么回事 中央很清楚 他往哪儿飞 也就是说 可能真正的 不知道往哪儿飞 是林彪自己 不知道往哪儿飞 他可能还认为 他们去飞到 这个往广州方向飞 其实根本就不是 这么回事 是往另外一个方向飞的 等到他发现的时候 已经为时太晚了 已经为时太晚了 而且他们要求转舵呢 人家就是不转 还继续往前走 这些呢 就是 是后来的一些 事实的真相 就说出来 那我大哥在写这个 瞬间的时候的话呢 还没有这些资料 尽管这样 我大哥写瞬间这个电影 就是913这电影的时候呢 写好以后 也排完了以后呢 哎 不让眼 成了这个近片 叫大陆文革后期的近片 我大哥就是近搞的近片 但是我大哥当年的苦恋 就是近片 就不让眼 封起来 这个瞬间呢 也静止眼 也不让看 也不让看 所以很多人没看过 之后来过了很多很多年以后 胡耀邦带着这部片子到这个朝鲜 在朝鲜演了 以后 在这之后才演了这个 那这个片子 当然不是我大哥导演 他是他是编剧 可是后来 就是反多很多年以后 那913事件已经不成事了 不成什么问题了 也见了 所以你就知道 当时批准拍这电影的时候 批准他们查字了 说也是中央批准的 我大哥他们都是都找中央的批准的 可是呢 拍好了以后 不让眼 又给封了 这也是文化部 这个给 给封杀了 也不让眼 这个里边的话呢 就是 整个的这个 当时啊 在中国来讲 可能还是这个 保守的和这个 开明的还是这个 意见分歧很大 一方面要拍 一方面不让你眼 拍了也不让眼 所以这个呢 也是当时的一段 这个 这么一段历史 这黄梅盈呢 刚才我们讲的呢 就是像黄梅盈啊 还有这个 有几个 当时都是 都是我大哥他们选的 那时候黄梅盈 真的是很年轻 很漂亮 这个 跟我们后来看到的黄梅盈 完全是不是一回事了 那我大哥呢 他呢 这个也是 这个 其实他本身呢 他并不是编剧出身 他是 他是学电影导演的 但是他呢 也是受一些影响 也是受一些影响 尤其是后来 我大哥后来 这个 取得他这个太太 沈红 他 他后来这个太太 叫沈红 那他的爸爸呢 就是非常有名气 是叫沈熙盟 沈熙盟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都以前看过 这个文革之前的电影 这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南征北战 那就是沈熙盟写的 就是我 我这个嫂子的爸爸 他写的南征北战 而那个南征北战里边 好多名角 像什么这个张瑞芳啊 向坤啊 都是都是都是大 都是大演员 在里边演 好多 现在有的名字 我几个不处 还高什么忘 就那高音长 那那野高音长 那很有名 叫什么名 我现在忘了 那 还有一个电影呢 也是他写的 叫霓虹灯下的哨兵 也是沈纪盟写的 也是这个我嫂子的 这个爸爸写的 那这里边 当时那个什么春妮啊 还有什么这个 还有这个 很有意思啊 就演这个 有一个上海青年 当兵以后 然后有点被腐蚀拉拢了 那意思 排长也有点被腐蚀拉拢了 后来又都改正过来了 叫霓虹灯下的哨兵 这个也是当时我们小的时候 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部电影 这两部电影都特别有名 红色就是霓虹灯下哨兵 还有南正北战 后来南正北战在1974年时候 又拍了一个新的 南正北战是彩色的 那个就感觉就不如这个好 那人呢演员 就觉得好像都不是这么回事 就不像那个农村人 也不像那个法鲁军队 或者那个解放军队 就老的那些人那样子 也那边太新派了 那这个这段时间呢 就是我大哥呢 确实实是他的这一身的经历呢 你看他从写913 到后来拍《苦练》 拍《苦练》以后那就更惨了 这个 后来都被给在长影给 给这个等于是软禁了 你可以看看那个小编可以放 我大哥有一张照片 就是他在这个长影的小白楼里边 软禁的时候 他在他那坐在那抽烟 穿一个白衣服 穿一个白衣服 拿着一个烟卷 那个烟卷放在那 那个就是他被囚禁的那个房间 他就住在那里边 所谓囚禁啊 就是软禁 当然他是可以有自由 就可以进出 但是你不能到出去 你不能抽到长影以外 就可以 基本上他就在那小白楼里边 走来走去 小白楼基本上都不出去 就是那个 基本不出去 那个房间 也就是在这个小楼里待着 那间房间就是他住的房间 所以你可以看一看 这个我大哥彭宁 那时候苦练之后 就被软禁在这样一个地方 他呢 他的这个太太呢 沈红呢 后来就是跟他拍电影 而且很支持他 这方面呢 就是这个给我大哥 确实也是很大的心理的 这种安慰吧 很大安慰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基本上都受批判 他一个白华呀 全都受批判 我大哥还算好 就是也批判 但是没有怎么太太过的东西 白华当时是更更惨一点 更惨一点 我大哥当时 但是我大哥确实也在 长影也待不住了 后来他也掉走了 那个长影再待不了了 那么这些呢 就是都是当时啊 你就可以看出来 当时的电影界 文化界 甚至于政治上啊 都是呃 毛非常非常矛盾 你看一方面让我大哥写 913是吧 反映这个故事 一方面呢 你拍了之后 不能演 停 啊 有那么多人支持 但是又有人反对 啊 大刹车 不能不能演了啊 苦恋就更是这样 是吧 那剧本都早就发表了 都没事 哎 可能你拍出电影来可不行 啊 你写剧本没人管你 但是你 但是你拍出电影之后 封杀 而且全国批判 啊 那这个呢 就是特别的特别的描写了 啊 也讲的很清楚就是呢 就是包括这个9147 913这些的经历的那段时间 就是特别的典型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啊 在这种政治漩涡当中 左右都不是啊 这样的一段历史啊 现在人们呢 恐怕已经都远离这些 也不能甚至于可能都不理解啊 或者说你比如要说到这个 我现在很多年纪了 我呢 你看过南正北战吗 没看过 看过宁洪多二少兵 没看过啊 但根本就没看过 是吧 反而苦恋他们有时候还知道点 听说点啊 可是大家也都没看过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 因为后来只有那个台湾的 叫王瞳啊 叫什么 拍了按照这个剧本 他他又拍了一个苦恋 但是这个版本不是我大哥 那个苦恋的版本 是他他自己的版本 但是呢 很相似 因为他的他按照剧本拍的 按照剧本拍 所以里边内容 基本上差不多 可是 在我看到我大哥 排这个瞬间的这个 这个电影的时候啊 就现在的看 因为后来现在可以看 当年是不能看 看不了 我也是后来现在 才看的这个 我大哥的瞬间的这个电影 哎 你在一看里边很多东西啊 哎呀 跟历史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呢 你比如他 他们这个 这个中国的电影里边啊 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镜头 我估计你们可能就 经常这个 看到这个镜头 是什么呢 就当出了一个什么事以后 描写的心情的时候 哎 什么镜头 就是 把窗户一打开 啊 然后看着外面啊 就描写他心胸 比如说 沸腾啊 奔腾啊 激情啊 等等等等 一开窗户 哎 看着外面 啊 是这个 老干部也好啊 是艺术家也好啊 反正是 带有点正义的吧 叫有思想的人啊 到关键的时候 一到这种时候 就把这个窗户打开 可是在我的人生当中 我认识都是大艺术家 都是大官 都是部长 司令 上将 大将 什么什么中将 都是这些人啊 包括我岳父 大知识分子 而且呢 我也亲身的经历过他们倒霉的时候 或者他们有思想的动态的时候啊 有想法的时候 而且很激烈的时候 心情也是非常棒 哎 我认识这么多人 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 开窗户 没有 从来没有过 没有 我岳父 那么激昂的一个人 是吧 那么激情的一个人 深沉的一个人 当他遇到的事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看他 啪把窗户打开 对着外边看 没有 从来没有见过 大艺术家 没有 部长 更没有 乔广华 我从来没看窗户 开窗户 没的事 胡耀邦开窗户 没的事 包括什么 陈正香 司令 从来没有看他们开过窗户 哪有开窗户 一说 没有的事 而且 很多家那窗户是开不了的 他那个大玻璃窗啊 是开不了 那窗户是小窗户 也就是 你就只有住在那个楼房里边 你住那个楼房里边 那种的 那个小窗户是可以开的 那稍微好点的房子 那根本你就开 像四合院这种的房子 那种的 根本就没有 没有让你开窗户的地方 那那种窗户是死的 是吧 开窗户窗户在上边呢 那很老高 底下都是大块 横着玻璃的 你是不能打开的 是上边可以开 那 你开窗户有什么意思 没任何意义啊 对不对 哎 电影里边 就是描写的 而且这瞬间里边 就是哎 开窗户 好多电影 中国的无数无数的电影 都描写这些大艺术家 大官 大政治家们 一到关键时刻 他就开窗户 可是这个 哎 何彬 你有这种 有这种印象没有 何彬 我就最喜欢 他们是做 这个抽个烟 然后或者是走几步路 就是几种这种手法呀 来表现人的这种思考啊 那些事件都太单薄了 很单薄 对不对 很机械 哎 何彬兄 你那个何兄 你在那个最激烈的时候 那个讨论那个 那个跟那个 那个什么叫特朗普 那个那段时间 你有没有啪 窗户一看 太测气愤了 我应该往车后打开一下 有没有这种情况 不能打开 那个时候纽约能死人 温度 这为什么有这么个东西 我完全不理解 这这这这哪来的 你是 那个电影啊 都是什么 那个来源于生活吗 对吧 提高高于生活 你哪来的 这动作 这个 这谁 你在谁那看见过呀 哪个人这么干过呀 哈哈哈哈 那你抽烟吧 这还是有的 抽烟这还是有的 那个来回走来走去的话呢 这有谁也有 不是很太多 有的时候也是有 有的时候也也是有 但是开窗户这个 我从来没见过 这一生当中 我我从来没见过 那么多大艺术家 爱倒霉了 爱整了什么 那时候文革时候 咱们都见过这些 这都爱整 那么回来之后 斗了什么这 那我从来没看到开窗户 我岳母 我从来没看过 我岳母开窗户了 没这事 别说他了 我太太 就没人开过窗户就 就因为心情的原因 开窗户没有 你说换换空气呢 那那里有 但是你这个 你这个 他的描写可能太 在房间里边太闷了 然后我把 我开窗户 把书发一下 没这事干嘛 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太有意思了 这些呢 就是我在电影里边 发现了 有这些 与事实不符的 那镜头太多了 所以我也得跟大家 你讲话了 我插里方 竟是找那些 与事实不符的东西 给人的假 但是你今天 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 没有讲话都听你在讲呢 因为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说 驾驶员 不听命令 那么就是意味着 当时候林彪以为是往南开 假如他去广州的话 他不存在一个有条件 另类中央 假如他去广州的话 对 不存在 那个 因为你另类中央 不是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去了广州就叫另类中央 那不是这么回事 当然 去了广州的话呢 你可能能逃脱一点 什么事儿 这个行的不太 就不是很那个什么 不不是 我觉得这有点set up 就是就是有点是 给给给 那假如去去广州 那顶多不过就是 他到广州去疗养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 那就不存在一个叛变了 对 对 那假如现在 你讲的就这个 内幕是真的的话呢 那就意味着就说 是有人要他叛变 对就有人就是故意 安排你这么早的 对 那么这个事情的 可信都在哪里呢 当然现在目前来讲 我们没有办法来证证实 这个只能说呢 这个是另外的一个资料 另外一个资料 就是呢 就是有这么一个资料 而且的话呢 这个资料 我我就我个人认为 因为我是军人嘛 我个人认为 像这种的高层的 那个那都是 有命令的 是有任务的 不是说你自己想 想怎么着怎么着 这个都是提前的话 给你一个任务 然后呢 让你去执行 那么你执行的时候的话呢 你就得按照这个 按照这个指令去执行 这个是 这是规矩 这是规矩 你不可能说 让你改 你就改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你这个消息是 你这么想吧 如果按照正常的 这个飞行员 飞行 是去广州的话 假如说这个飞行员的 那个当时就是 比如说林彪也好 给他命令说 你去飞广州 他怎么可能就飞到蒙古去 有可能吗 没有啊 可是谁给他的指令 让他飞回蒙古 难道说他自己下飞的吗 不可能 他自己下飞啊 我觉得 咱们得有点 那个军队的常识 比如这么说吧 今天咱俩都上飞机 那么如果当时的 我的指令 收到的指令 是飞广州 那我就直接往广州 飞不就完了 下飞行员就直接往广州 那我为什么要飞到蒙古去 是不是 没有道理吗 那肯定就是 我要往蒙古飞的话 肯定我的当时的指令 就让我往蒙古飞 那限定 这个而且这个限 都已经提前就设好 不可能说 我 比如这么说吧 你刚才说的设想 你想法 那这么说 咱俩上了飞机了 我开飞机 开到这个往南方开 开到一半的时候 我觉得不行 这个 那个谁啊 何兄你要叛变 你跑到南边 你要成立独立王国 是吧 你要另立中央 不行 我现在一起崩发 我不行 我往北边开 有这可能性吗 这不可能啊 那么宁可降落呀 我也不可能 我也不可能 往北边开呀 对不对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我上飞机的时候 我这飞机上上飞机的时候 这个命令给我的 就是往那飞 没什么话可说的 这个 这个能 能说明点问题吗 你觉得这 你说 你觉得我现在说的 能说明点 你这个说的逻辑上有道理 但是我还是有一点 不知道你这个消息来源的 可信度你能不能讲 我给你讲了 外交部 外交部的查这个人 和专门查这个资料的人 就到这个哪 到这个哪 到这个 俄罗斯 俄罗斯查的 那这个才符合呀 以前我们所说的 那些都不符合条件呀 你知道吧 你比如说 说到广州令人中央 那那既然去广州令人中央 按照我们原来的 那个推理的话 那飞机起飞 就往广州飞了 说 说他后来就转型了 又往 这有 有可能吗 开了一半 往回转型 这么久没有这可能性啊 这胡说八道的 简直就是 对不对 那没有这可能性啊 是吧 所以他就是一上飞机 他就是往这边开了 当然是给了他 给了他一条路线 他给这条路线 是不是先往先往南 后往北 那咱就不知道 这个想法也不要 但是他肯定是一个既定的 一条路线 而不是说他到那以后 自己改变了 自己瞎改变了 根据情况 他的判断 然后改变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 什么可能呢 没有这可能性 是 这个是比较的 可以说解开了一个 一个很大的谜啊 对 就是以前我们大家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大家都不是军人嘛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说 哎呀他起飞了去先去广州 然后到了那什么 起飞到往广州发现走后了 然后又转回又开回到这个这个哪 而开回到这个呃呃呃蒙古啊 所以他的汽油不够了啊 等等等等 不是这么回事啊 没有这可能性 那你你你你你在上边的话 这这塔台指挥你哎 反转开着蒙古去 有有这可能性吗 没这个可能性 是吧 他只只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这个飞行员上飞机的时候 这个命令已经给他了 只有这么可能性 另外呢 说说他们那个非常着急 那个那个起飞 这是可能的 就是说他他那个油没有加构 这都是事实 这个呢 我大哥他们查过 他是怎么回事呢 呃 他们在那个查的油的时候呢 我大哥他们到空军查的是这样 就是当时那个那个加油啊 加油他那个有气体往外那个顶 所以呢 这个你要等很长时间 慢慢那个气往外顶出来以后 然后再往里加 在这里需要时间 没那么快 但是呢 他们要求现在就起飞 那个那这个就没办法 所以就那就有多少油就算多少油 就是这样然后起飞 这个是这个事实是 这个这个我大哥当时 他们也查到这个资料 这个当时呢 他们讲的时候我也听了 可是呢 这个飞行员上了之后 是吧 直接飞蒙古这个 没有 这个资料从来没有查过 嗯 没有没有过啊 那么这个 后来后来后来 后来这个 后来在这个 呃 就是这个俄罗斯解体 就是苏联解体以后 在俄罗斯查这个 才说到这个 那你刚才讲的那个 红卫兵的KGB 后来有没有下落 可以查到这个人吗 可以查到这个人 这个这个是真人 就是我刚讲的 我不是编的啊 这真事 这KGB这事啊 这个是真事 只不过我我我 我有点忘了这个名字 这个这个 这个都是有资料 可以查的 那个外交部都 资料 这个这些都可以查到的 OK 或者是联络过程 这个资料都可以查到的 这个可不是 这个不是 可不是我编的故事啊 是不是编的 没关系 因为呢 我们有观众很厉害 所以我们的观众 可以针对今天的 这样一个说法啊 发表你们的意见 这是我看9月3月 这个我们出过 很多林彪的书 可以说海外的出版社 秦世界的出版社 没有像我们出的 那么多林彪的书了 是我第一次听到 这么一个 吓人的说法啊 所以我现在还没有 回过神呢 对对对 就是我说这个的 就说呢 咱们退一万步说啊 就算编的 你你哎 牛逼也在科学啊 吹牛也在科学 对不对 就是我说这个 你就算咱们退一万步说 咱们就说是假的 有有点道理 没有点道理啊 是是 是不是 如果说我说这个 完全没道理 这这这完全没道理 你说不通啊 对 可是问题我这 我这个才说的通的呀 你们那说的不通啊 就告诉我 像那个广州飞 然后飞了一半 转回来 那个说不通啊 大火箭那个 知道吧 那我这个才能说的通啊 我这个直接就往那儿飞 这个是说的通的 那个是说不通的 因为 这这这这这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 知道吧 所以原来的说法 我认为这个说法比那说法可可可可可信 而且这个这是最新的资料 那原来原来咱们听的都是原来的资料 对吧 就是那种那种说法 那这个说法呢 当然我不知道别人听到没听到 反正是我是我是听到这个这个情况 只不过我从来没跟人说过而已 而且这个也是最新的资料 这个 而且出 而且有出处 有出处 明镜的观众 明镜的观众 当然 也有可能错啊 咱们这个说实话 因为我不是当事人呢 谁也不敢 因为我也没到苏联 我也没到夺了苏联理资料 海内外对明镖 研究的人很多 所以对这个说法 有任何的不同意见 请留意给我们 或者是发表你的意见 直接留意到后面 我们继续来追求这个事实的真相 今天再一次感谢彭莎莱先生 感谢我们的编导 下个星期见 好 谢谢 今天咱们讲了这段 对对对 对我都不敢讲话了 不敢讲话 我我我 我还我还大碗 我说何兄姐怎么怎么回事 我还等着你这说话了 怎么也不错了 我说万一你这是编的 不是我说错了 后来我得待你什么了 你不高兴 你这个万一你是编的 我不是跟你火的吗 所以我尽量的跟你别情关系 OK好 谢谢再见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下个星期见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